欢迎收看尖前故后 今天又变了一人 今天请到Ricky先生 他跟我们上来 分享一下尖沙场话头老天广场设计比赛 即是这样 如果大家前几天 也不是前几天 应该是昨天和前天 有某份报纸说 整个设计比赛报废 而且内民很差 赖我们 说冠军那个不能用 不用得之余 还有某份阿爷报 就说因为那些保育团体在这 就阻止了 搞到比赛要这样公布 甚至乎建筑师学会 是啊 建筑师学会都敗我们 是啊 老老实实 老老实实 我们准备这个节目本身打算搞台庆 是 不过迟了 实在都已经 大家都忙 是啊 但是问题就是说 我们本身尖前故后 已经做了一年 之前都在其他网上媒体 我们做了节目 甚至乎如果纯粹 街头的行动 都已经做了接近三年的时间 我们好像也有上香港电台 是啊 梁冬在吗 有没有在看啊 Hello梁冬 Angela 姚婷姿 是不是 是的 问题是 你始终拆了巴士总站 就拆了巴士总站 是啊 对市民大众的影响是存在的 是啊 那你又 说真的 由天星码头 走到过去 这个尖沙坠文化中心那边 其实 那边坐车都要说近五分钟 是不是 都两三分钟 那变了 你由尖沙坠码头 走到去现在的巴士总站 距离 是短一点的 但是你 新的计划里面 你要搬到去文化中心那边 才有一搭车 相对来说 你走路就走远了 还有 那里不是巴士总站 那些车是不会停那么多的 但是问题是说 有某位官员说 很舒服的 走到尖东那么远 才是很舒服的 大熱天时 不如三十多度 试试邀请他走一走 不要紧 不要紧的 运输及房屋局局长 郑宇华女士 我们尖马之星在大约两年前 就发出了一个邀请 邀请在一起 由尖东 沿着海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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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舒服 郑局长 没有办法 她是女性 我们不能说走路 都要扫责 对吗 好 扫责 我当 因为你还在位 你还未 还未 未退任 未退任 甚至乎未离开香港 还未算是走路 没错 所以叫做 一个很粗俗的格言 有拖冒险 我们还当成这样 对 但问题是 到底 到底 到底这报纸说什么 嗯 就是 我也有点 觉得 唉 为何要这样 误法呢 说真的 为何群鼠喜武 会变成 不是群鼠喜武 我们看看 这个 就是这个 太阳包 好 说什么 天星 比赛 政府欲天星广场设计比赛 闭门班长 武战艦指得奖作 难识欲 好了 这件事就是说 那个 那个 问题是 政府在 大概三个月之前 三个月之前 就公布了一个 有一个新的方案意向 是呀 就说 将露天广场的 规模 缩小一点 缩小了 四成 四成 但是 因为 现在的解释 就说 因为范围小了 所以就用不到 那个 设计 是不是 好了 但是问题是 其实 建筑士得奖者方面 也是有说过一件事 嗯 批评政府 在要搞个比赛之先 就没有去进行公众资讯 是呀 令到社会上是有了一个 对 就是 道天广场计划有了共识之后 嗯 才去 嗯 搞比赛 他们想着 设计了 就有得用的嘛 这个对于建筑士楼来说 他们都扔了资源下去 做研发 扔资源下去 挖跡挖图 全部这些都是钱来的 他们好像感觉 就是钱扔了到咸水海 那样 但是问题是说 但是问题来了 就是各位的得奖者也都去说 嗯 很实在 是呀 你如果 你如果你是 想着真是起硬的 那我们才跟你做 是呀 是呀 你又未做咨询 公众又突然之间 有这些搞事分子 就走出来 是呀 在这又说要反对 是呀 这个问题走回头 会不会是 有他提出这个尖沙咀露天广场计划的 政府部门 官员呢 嗯 是否想着过硬呢 是否霸王眼上弓呢 就是 这个问一问 2002年提出这个计划的人 嗯 当其是 担任旅游事务专员 现任的运输及房屋局局长 嗯 郑宇华女士 嗯 难道你真是想着起硬吗 嗯 难道你真是想着觉得 这个计划是 嗯 一定成功 又或者甚至乎是 被 这个某 某个 非常之无耻的政团 可以去挂标签出来 我成功 争取尖沙咀有个露天广场 哈哈 就是不要玩 这些问题是说 但是一路都去做的时候 都在说 对民生的影响有这么大事 是啊 你是否真的可以不关心 不是 就是我又这样看 郑宇华女士 一直以来都坚信 一个运输的政策 就是铁路为主 巴士和小巴那些走到一边 是不是 就是 变相来说 他们觉得 就算渡轮 就是 维港以内的渡轮 都未必是那么重要的时候 他当然 不会 担心 就是一班 搭船 搭车 的一些市民 他自然就会 希望 就是那些人 全部搭地铁 就是港铁 现在的 但是设计呢 早几集呢 我都在这里说过 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篇号66 香港铁路有限公司 最大持股股东是哪个 特区政府 正确的名称就是 财政司司长法团 这个是一个法律 根据大概一个星期之前 的资料公布显示 以前财政司司长法团 持有香港铁路 大约76.28% 就是大比数 简单来说 港铁赚到钱 就是等于政府赚到钱 还有一样东西 就是公司章程里面 写明什么 港铁要为股东 去赚取最大的利润 还有一样东西 就是政府 在董事局的代表 的行事方针 要是什么 又是要为股东着想 说完 回来 这个露天广场 太阳报 有个这样的报导 这个 东方 又怎样呢 说他说这个押后了一年的报告 比赛终于公布 但是呢 亦都因为大幅度要修订 露天广场的面积 将冠军设计 就是要报废 嗯 好了 那个问题来了 嗯 哪个错 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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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这些人 除了为市民服务 他们想着一心为市民服务 之外 还是为了要争取 明星 要去拿生意 但是现在被政府一锅 那样 其实这一件事到底是谁的责任呢 这个很明显 就不是 你和我的责任 嗯 也都不是说 真是 建筑师的责任 嗯 那 就是谁的责任呢 就是说来说去都是那个点 嗯 政府是否想着 嗯 那广场一定起硬 那巴士总站一定拆硬 是的 如果是说 或者有没有周长这样考虑到呢 就是到底 就是将那巴士总站 去变成露天广场 整个过程到现在 又再增加那巴士总站的比例 嗯 有没有清楚去考虑市民的立场 市民的感受 他们搭车搭船 是怎样样的呢 那或者一些持份者 他们是怎样去出发呢 这件事 我觉得真的没有看清楚 或者呢 我会引用一句 近期非常之流行的潮文 就是说 嗯 露天广场我要起的了 巴士总站我拆硬 我用不理你的弱小心灵 你猜 你猜什么吗 你猜那天神网吗 你们要搭地贴 不是 你们要搭船 你们要搭巴士 我用不理你们弱小心灵 没有 政府说要推广旅游业 还有 你知不知道 原来露天广场 其实原来有几种的用途 例如 就是要适应在不同的节目的 包括就是 要有一些静态的活动 静态享受 还有一些文化艺术的表演 还有例如一些大型的展览 室外的节目 还有演唱会 除处晚会的倒数 甚至是一些农历新年 农历新年 可能大家倒数 替烟花 都会遇到的场面 这个露天广场 都是要做这些角色的 所以政府就持一个很强的理据 因为尖沙咀始终都奋属旅游区 旅游区又如何呢 我想问一件事 游客来香港 旅法局说 来香港建议留几天 我不记得了 三日到四日 对了 留三日到四日 但是 你和我 要在香港留多久 很多年 不要计算出去旅行玩 诸如此类 一年都起码留三百六十四日 差不多了 好 问题了 到底要去照顾游客 这三至四日的需要 为先 还是要照顾 香港市民 他本身一年三百六十五日 要在这里生活为先 如果根据这个联合国 这个叫做世界旅游组织 所定立的旅游可持 旅游可持的发展宴章 第一个大原则 很久之前我都已经说过 就是说 要尽量避免对城市 当地的居民生活 构成影响 没错 因为你想想 其实尖沙咀也好 中环湾仔区也好 其实都是一个中心收入区 现在香港 以收入服务金融为主的社会 基本上大部分的市民 都会集中在这一区上班 过海 来往为港其实很正常 所以搭船的选择是一定要保留的 那问题是说 我已经 我以一个政府官员的身份 我都已经有港帖给你们了 你为什么还要搭船 我需要照顾你们 要搭船的人 弱小心灵呢 我就是这样看 你想想 搭船 一程是说两个半 或者三元 那你过海过 过一过海 大家都知道 其实成人的车飞 是说九个三 还是九个半 起跳 我见大部分过海 如果你搭港铁的 可能九个多 搭随巴都是九个多 一程是说十元 是的 只要过一过海 就大约十元 大家可以想想 在一个这么高的 现在这么高通账的环境里面 几元都差好圆 你没有能力给几元 是不是 是的 今年1月29日 文汇报 说什么 瑞银求资董事 黄振宇司 你告诉我 瑞银求资研究部 这个联席董事 黄振宇 说什么 低增值的人士 是应该离开香港 腾出空间 给高增值的人士 离香港居住 即是你们 连这几元都给不出 这些低增值的市民 离开香港 不要说那么多 我已经有港帖给你们回答 我不需要 因为你给不起这几元 要去照顾你们的 弱小心灵 是不是 好了 说来说去 都是在说 一个这样的问题 好了 但是你说政府 这样去 搞了个设计比赛 到底建筑师学会 那方面有什么回应 看看前日的东方日报 港府鬼鼠颁奖 就是2001年8月25日的东方日报 好了 政府就说这个尖沙咀 天星那个迟迟没有定案 拖了预连之后 今天低调公布了三个设计的得奖结果 嗯 嗯 嗯 政府终于大幅让步 又缩小广场面积是四成 又全部保留所有巴士线 但巴士总站仍会拆射 但因为设计大幅改动 比赛得奖结果难再適用 好了 这个问题就是说 走回头了 也就是说 说我们好事多为 就是说 云是我们搞事而已 就是这么说 他现在政府 就因为没有做过公众参与的咨询 就没有收集好民意 就赖了我们 好了 我们继续看看建筑师学会 那边到底是说什么 他说据悉建筑师学会 会员对于当局的大 是不允当局的安排 中大建筑学院教授林文峰 更加公开炮轰 这个是世界级笑话 他说没理由打罗打狐 去搞个公开设计比赛 那很强调一件事 这个不是公开设计比赛 建筑师学会才有得参与的 但换来 举门式的举行颁奖礼 这样做好不尊重得掌者结果 他们花了心思时间 花了心思金钱时间来设计 觉得政府今次对待毫无诚意 他批评政府很经常找专业学会版 利用公开设计比赛 显示当局有让公众参与计计划 最后过桥抽版 没有认真去对待得掌者 非常令人气愤 对于政府公布设计比赛 修订露天广场方案 至今令未能得掌作品落实 而林云峰质疑一向是耗大喜功的 好乱一点点补充 首先参加者 必须是一些专业学会的会员才参加 包括香港建筑师学会 香港工程师学会 香港园景师学会 香港规划师学会 或者是香港测量师学会 这五大学会 随便一个学会的会员才可以进去玩 即是要做整个团队人的参加者 也好自己设计也好 都要的 所以基本上 普通市民没有主业资格 你想进去玩吗 不行 不好意思 因为你没有主业资格 但问题来说 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这个地方你郑雨华 这个地方你特区政府的 你说不好听 你这些官员日日 只懂得坐AM车出入 叫你邮成武 去金钟站做沙滇鱼都不会 不要说来尖沙咀码头 搭下天星了 说真的 唐英年都不会走进去板间房 是梁振英才坐在板间房的床 跟穷人聊天 那你现在是不是推崇梁振英 去选特首 你这样说 那始终 你要想一下 我经常说两害取其轻 我经常说两害取其轻 我经常都觉得 两个都不太理想 但唐英年我觉得 差一点点 好 在休息之前 看完一件事 到底其中一个得掌作品的工程 的建筑师 他有什么意见 我们看看昨天的星岛日报 露天广场得掌者 盼咨询民意 我们可以看看 他本身的设计 是 时刻广场这个设计 其实你会看到 它是保留了 部分的巴士总站的设计 对 布的设计 在那里 然后他就说 星岛日报 拖延至久 政府终于公布得掌名单 然后 其中一个设计比赛 建筑师杨云杰带领团队 盛出作品为 时刻广场 以尖沙咀海旁 作为本港重要公共交通 书楼背景为主题 原汁原味保留巴士总站的结构 和展示 尖沙咀百年历史作为一个展览 并设计架空 有概通道连接 巴士码头和巴士中途站 杨云杰向星岛表示 电邮通知比赛结束 但没有其他详程 政府害怕 面对传媒公众 过去两年都不敢 公布比赛结果 以古怪的方式 来公布结果 又做出古怪 又要擅自修改巴士总站 发展范围 没有尊重比赛条 也没有详细咨询民意 杨云杰表示 政府设计方案 把拆射大部分 具有历史价值的巴士总站 意思是月台的石斯登 把拆射化为重置新的巴士总站 大幅减少广场的公共空间 私有化空间 管理权归巴士公司所有 我们原有的方案 可以保留所有具历史价值 15条巴士线 都可以保留 梭士巴里道的中途站 市民亦都可以享用公共空间的权利 政府减少利益 输送的问题 但是一件事 说来说去 都是在说什么 钱 钱之余 亦都是在说 没有去征诚公众的意见 好了 到底整个计划 事到如今 可以怎样做呢 稍后和大家继续探讨一下 稍后见 好 回到第二节 尖前故口 好了 刚才看了这么多报寺 是吧 还要说的是 唉 我们被人冤枉了 是吧 我们被人冤枉搞事 搞到人家 搞到人家的露天光场音乐抱 没有啊 但问题是 都是在说那一句 为什么巴士总站一定要拆 对 其实为什么巴士总站不能够在码头旁边 码头旁边 就是人家下船坐车 是很方便的事 其实每一天的生活都是这样去做 为什么不让人家继续是这样的生活呢 就是都是在说那一句 你给不起那几元 麻烦你离开香港 税银投资研究部董事 王振宇先生 叫你们那些人 离开香港 低增值那些 留一些空间给高增值的人 进来住 市区楼也是这样 新界楼也是这样的 好 那问题是 我们要被人冤枉也没办法 没错 看下大公报怎么冤枉我们 大公报尖沙咀广场冠军作品报废 真是几正 还要说 由于政府在09-10年考虑公众意见之后 决定重新构施 露天广场计划方向 将原有的露天广场面积 就缩减百分之四十 令到胜出比赛的作品 就无法在露天广场最终设计 来到去实现 好了 那问题是 立法会财务委员会 05年6月通过撥款 在永安广场 比伦兴建公共交通交汇处 取代现时尖沙咀码头 对开巴士总站 暂以腾出海滨地段发展露天广场 至0901年 政府分别就兴建新回旋处的安定刊献 但刊献期间收到公众意见后 政府决定重新构施露天广场的计划方向 好了 那问题是 有些事情是否应该先调转呢 对 首先一件事 其实每一个 每一个组织的程序 政府设计了 准备了政策程序之后 一些措施 是否应该先去咨询公众的意见 即不同的持份者 包括一些市民 包括游客 包括一些平时搭开车搭开船的朋友 还有附近的商户等等 诸如此类还有天星小轮 会否受到影响等等 其实这个程序 是否应该 是要摆在一个教先的次序去做 而不是等到 碼头 等到碼头 巴士中站变露天广场 这个方案 出了之后 再去咨询公众 引来反弹的声音 正如第一节话事解 想着拆硬 我不需要你们市民的弱小心灵 想着先做了 先斩后就 人家想着过了 也是这样说 想着过硬的时候 然后 想着那些事先做了 谁知道就出了 有个这样的结果 两次刊献合 接近两万封的反对意见书 然后就赖下去 我们知道 这个到底是哪个错 应该是否要搞清楚 最后 有一个很坏的想法 如何 刚才大公报那里说 05年6月拨款通过 兼建尖东巴士中站 而取代天星码头 至现在尖山水码头巴士中站 没错 05年 好了 我想问一下 我考考一下你 这个西铁的沿线 之所以叫南环线 现在的车站在尖东摩地道巴士中站下面 是吗 没错 原本的车站 原本的车站应该是哪个 尖沙咀 尖沙咀东的车站 原本是尖沙咀西铁站 尖沙咀原先的西铁站 广东到海港城地底 没错 好了 什么时候 改了去尖东的 2006年 是吗 嗯 嗯 好了 然后呢 然后呢 有一条问题你应该回答我 嗯 怎样呢 原本是这个尖沙咀南烟通货仓 所在地的新世界中心 是什么时候入址申请重建的呢 嗯 嗯 我记得就啟用之后 就是那个尖沙咀啟用之后 就大概 07年左右 是吗 这个世界呢 有没有得这么巧呢 嗯 就是我有这样看的 那其实 每一个地产商 他们都会因应 交通的网络改变 就是地区条件改变 而去改变他们的投资组合 以我所知其实刚刚新世界中心那里 那里的 柳龄都算是挺高的 因为都 我记得七八十年代 已经是有这座东西的了 没错 我的看法就是 他们可能 就是投资的策略有变 所以他们希望 就是借在那里 原先呢 我记得是在99层的 但是好像是被否决准 这个要多谢这句环保祝国谭海邦先生 嗯 几十层变了只有28层 是的 但是问题是说 世事有没有这么巧合呢 你就要回想 原本这个南环线尖沙咀站 在海港城地底 政府向九仓提出的理据 或者开出的条件是什么 呃 我不记得 叫九仓给钱起啊 这个站 喂 九仓未必肯制的 那问题是 通常呢 刚才Ricky说过了 就是交通网络 就牵涉到什么 头 人流 人流 好啊 好了 这个世界 有没有那么多 有没有那么多 那么巧合呢 那么巧合呢 这个 我不留言了 留给大家慢慢想吧 好了 越讲越远 讲到那些阴谋论 哈哈哈哈 好了 即是你是不是在造谣生事 是不是 鼓动民修 在那煽动这个社会不稳定 因为还有一样东西一定要去讲 曾几何事 有人提过 直接把这个尖沙咀天星码头 都搬到去 新世界中心对策 好像说 好了 讲完 句好沙印好 好了 越讲越圆 那你回回 好了 问题来了 唉 有人埋怨我们 用不了 但用不了 是不是真的那么值得用呢 又或者这么说 这个露天广场 我不敢说是否定 我也看过露天广场 就是三个设计 其实三个设计都挺漂亮的 就是有些 例如史克广场那个 就是冠军作品 其实他有得做演唱会 有得做一些 嘉年华 有得做文化艺术的表演 亦都可以做一个马拉松 就是渣打马拉松那些 比赛的起点 其实用途弹性是大的 但是 大家应该比较一下 就是一个巴士站 就是你每一天 你都会去使用它 用来搭车搭船的 一个转线点 方便一点 还是你只是可能 节日假日 才会用到一个露天广场 去看表演 去玩 去开心 重要一点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你这样建一个露天广场 有什么用 让一个马头左左看海景 对不对 看维港 你要看完每晚 浪费几十万电费的 环彩蜂蜂蜂 你都看不到 对不对 他说好像都建十五米高 那你十五米 浪高刚刚去到天星码头的地平线 那你上到屋顶 那你一望 一难无为 但问题是说 真的不用搭船 真的不用照顾市民的弱小心灵 真的不用那几元鸡都要去照顾市民 既然是这样的 这个不属于 不会去照顾香港市民的政府 我们也不需要照顾你的感受 对不对 好了 讲回几个设计 到底是怎样呢 我们先看一下第三 Urban Concourse的设计 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 三个作品里面 我会觉得是 绿化程度是最高的一个设计 是 我都看到很绿的 是呀 你看到呢 中间也种了很多树木 以及中间是利用草坪 形成的一个分区的概念 来做到整个广场的设计 但是呢 这个呢 我们看一个叫鸟陷的平面图 甚至乎说 它是有一个叫做三层的 有一个两层的设计 它是沿着海边 这个呢 算我坦白 这个Urban Concourse这个设计 简直就是当码头是 没到 死的 其实它这样做是 完全是遮掩天星码头 虽然呢 你看这一张大的图片 你会见到 那个码头的设计 它还有一条 叫做还滑了 但是问题 它还有一个叫做Roof Floor RF stands for roof floor Roof Floor 你会看到它还会 起多一块东西出来 你完全是 就是有一个这样的情况 在这裏呢 就做到一个好像 一空中走廊 那样的设计 然后就说 这些太多技术了 但是呢 从一个它无意由中流 看出来的那个角度 你的感觉是一个 的确是一个叫做 城市六周的感觉 但是我想问 旅游事务处说这个广场 是 喂做什么 会用来做表演 做Parade 就是可能一些 文化艺术的表演也可以 成态动态也可以 总之是游客聚集的地方 大家可以欣赏 维港海景等等 维港海景都说被碼头遮住了 但是我想问 一个请问 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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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作品叫做Dot Fill 點牆 點牆整個設計 你一路看下去 你有一種很什麼呢 很沙巴的感覺 很現代感 很現代感的 你看上面的張圖 晚上就會利用一些燈光效果 中間有一個噴術 一個模擬 一個噴泉 類似冬會城外面的模式 形狀氣氛 好像是節日 按不同的節日 配上不同的顏色 有無知戀人 即是情人節 6月4日又有萬點燭光 聖誕節的平安夜 然後又有冬至 夏至 終於徐席也好似有 我想問 我真的很想問 這件事 青馬大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青馬大橋 兩邊橋塔 都有燈光 大家有沒有留意 青馬橋馮大使 大節都是轉燈光顏色的 當然是 好啦 放過一次煙花 又如何呢 好啦 我們看回 看回那個圖 好啦 問題 我又來了 是同樣的問題 向移民委員 尤其是以前移民委員 你認為 你認為 店員會進來 香港 是 這製造的 建造的 這製造的 Perhaps I don't believe that because there's something like, something cyber does not match with the Star Ferry as well as the Clock Tower and also the cultural centre etc. It only match the Victoria Harbour to a certain extent. But also you say your comments of the match of the Victoria Harbour will only, only correspondence to what? To IFC or ICC etc. It causes us of,我不想講英文,這個 terms叫幻彩蜂蜂 因為這個對於很多外國遊客來說, which is meaningless 真是沒有意思的,你搞那麼多東西,是不是真的會吸引到遊客呢? 在很久之前的,我不知道第幾集的節目我已經講過,遊客為何會選擇來香港 我相信是 他們會選擇來香港旅遊的原因 但這兩個設計,第二道沒有嗎? 我覺得很多地方都有的 坦白說,我記得藍圖以前曾經訪問過一個外國遊客 他對於青馬大橋,即是九零年代,青馬大橋他的評論就是 美國都有,外國都有, it's nothing special 他覺得是沒有特別的東西,完全是覺得 我看這些,不如去我自己家看 他們覺得,為何要為這些東西來香港 問題是說,如果你看回這個叫做 Urban Concourse城市匯合這個設計 令我會想起兩個地方 一個是在意大利的,那個叫比石斜塔 外面那個也有一個廣場 很像的 那個網絡的設計圖籍 又或者 Paris Ephos Tower 外面的廣場 又是一些這樣 用一個圓林形式的設計的一個廣場 又如何呢? 會不會,其實我相信可能旅遊事務處的政策 就是他目標是內地遊客為主 多過以外國遊客為主 所以他就做一些這樣的東西 就是因為你看到其實內地的遊客 他們會覺得這些東西 啊,幾靚啊,幾吸引啊,驚奇 但是對於外國人來說 這些東西真的沒有特別 但是呢,按照像那個 阿榮啊,阿珍他們對著在旅遊車上面 跟遊客說到事情 是這樣子 啊,我們香港呢,沒什麼景點的啦 要是香港的景點呢 都不像你們國內的那麼好看 有什麼的意義 香港的景點沒事情的啦 每一次都是人中景點 來香港就是做什麼啊 夠 好 即是連一些刀手都只是說這些東西 嗯 不要說那些遊客 大一點,大一點點 同胞來到香港 只是為了去購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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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有什麼意思呢? 好了,大陸遊客 旅法局上個月公佈數字 大陸遊客又有增長 是啊 我想問一件事 我想問一件事 1970至1980年代 香港的旅遊業 是什麼國籍什麼市場 撐起整個旅遊業的 田北盡麻煩你回去做功課之後 先好繼續坐這個位 麻煩 好了 又回到我們不說那麼遠 回到這個露天廣場 我們看看冠軍作品 Piassa of Time 楊昏傑她已經說得很清楚 她說她很想在整個設計裏面 保留這裡是一個公共交通交會處的歷史和文化 你會見到一行行 那個叫做Floor Finishing 那個模式 做到一行行 她可以看得到以前的巴士車坑是怎樣排發 又或者在晚上的一張照片來說 這張設計圖更加是 你會看到隱約還見到整個巴士總站的設施 好像還在這裡 但是我想問 又如何呢? 那我就覺得 就是你看到那個樣子 說真的 就是叫做 給別人懷面 但是都是那句 懷面 你用不到了 沒有說用了 拜拜的 沒有說用不到了 給你拿來走 吸引遊客 還有好像說看現場會 就是 是這樣的 那她呢 有部分 就是她的設計裏面 她有一度是高了上去的 就 就屬於一些Terrain 平台 那她用回一些舊有的巴士總站的常蓋 再加建少少 那就變成一個大的一個表演的平台 以後可以做演唱會 又可以做文化藝術的用途 亦都可以被人叫做上去樓上 高少少的位置去欣賞維港 都可以的 那她叫做 多些功能 我又覺得 就是 你沒有了一個巴士總站 那你變成一些所謂文化藝術 又可以餐飲 但是你不要與那些餐飲是便宜的 便宜便宜便不便宜 就是這個 到底那些店舖那些餐飲設施 她好像說是私人公司去做管理 那私人公司是為了賺錢的 是不是 就是變成 不會便宜 但始終都是在說那句 就算連這個叫做PSR of Time 都只是去給人有一個印象 是的 一個巴士總站 一個公共交通交會署 又是否一個合適的做法 嗯 這個是值得商考 而甚至乎 都是同一條問題 遊客會不會因為這個 PSR of Time而來香港呢 還是說 繼續是一個巴士總站 一個公共交通交會署 她能夠發揮到對女人的功效呢 其實上去YouTube 你便會找到有兩條片 是我們去拍到的 嗯 竟然是 旅行團 是坐完船 跟著再轉搭巴士 遊覽彌敦島一帶 Double Tech is one of the attraction in Hong Kong causes of it can is hard to find in other places of other places in the world 這個是相當之重要的一個重點 至於未來的日子 真是一個呼籲 大家要繼續留意著我們尖馬之星的消息 因為政府公佈這些設計比賽結果之後呢 有理由相信很快的就會展開第三次的看見 今次會是一場非常難打的一場硬仗 希望的各位朋友 一邊關注尖沙咀馬頭巴士的朋友 密切留意我們的消息 沒錯 希望大家 都繼續捍衛自己搭車搭船的基本權利 今天節目時間到這裡 謝謝Ricky 不用 拜拜